那我們就來按一下這個按鈕 效果很好 大家好我是Jobel 歡迎收看今天的Jobel開箱區 今天要給你帶來的是一個特別企劃 那在講解這個特別企劃之前 要先來為各位介紹一個 我從日本帶回來的小我 那就是 這個 那就是我在日本的湯吉科德裡面買的 那湯吉科德你可以想像是 在日本的一個加強版的小北百貨 任何東西呢 他幾乎都有可能在那邊找到 有些東西小北百貨沒有賣 但是湯吉科德有賣 例如湯吉科德甚至有賣一些健身器材 所以總而言之呢就是一個雜貨店啦 超級強的雜貨店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幾年前就出了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買到他 那剛好看到湯吉科德有賣我就買了 簡單講呢翻譯成中文叫做 也就是說他利用一個 台子然後這個超音波可以讓 上面的啤酒的這個泡沫 變得很多就好像你剛倒出來一樣 所以你就是讓泡沫變多的意思 那不只是啤酒可以用 他是任何的氣泡飲料全部都可以用 所以 我們今天就要利用這台機器 來進行一個特別企劃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買了五種的 最常見的在台灣會喝的 氣泡飲料 好啦不一定是最常見啦 但是我自己比較常喝的氣泡飲料 那我們就來測試看看這五種飲料呢 因為理論上泡沫是有限的嘛 我們就一直震一直震 把它泡沫全部都震掉 那這樣子這個氣泡飲料 到底還好不好喝 也就是說氣泡飲料 沒氣之後 哪一種 最好喝 還是說都很難喝 啊不知道 我們馬上來測試一下 首先呢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台機器 那這台機器就是一個 平台的樣子 待會呢我們就把飲料 用玻璃杯放在上面 然後按一個按鈕 他就會把這個氣泡 震出來 那這個機器已經 只是第一代了 聽說最近出第二代了 只是我買到的是第一代 但沒有關係我們就用第一代來做做看 然後這個機器是需要電池的 而且非常令我訝異的是 他竟然需要六顆的 三號電池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非常強大的能量 才能夠把泡沫全部都震出來 好的各位六顆三號電池都裝上去了 而且看到這麼多顆電池裝上去 真的會有武力很強大的一種 錯覺 現在我們的 啤酒泡沫製造機 已經開機了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LED燈在閃爍 然後這個LED燈是七彩的 他好像會因為不同的情況會去做一些閃爍 但應該算是一個蠻炫砲的功能 應該不是很重要 然後這個台子上面呢 聽說要加一點點水 會讓超音波的效果更好 所以我這邊來給他加一點點水 好這邊稍微加一點點水了 我們就先把可樂打開來 然後盡量在倒的時候呢 讓他的氣泡少一點點 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多少泡沫是由這個機器製造出來的 所以我盡量的斜著倒 然後讓他的泡沫少一些些 好然後把他放到台子上面去 右邊是按鈕我們要按囉 氣泡好像有變多 但是沒有很多啊 是不是杯底接觸面器太小 給他狂按 沒關係 我就先喝一口看看 現在應該是正常的可樂 然後我們持續的製造氣泡 看他有沒有氣變少的感覺 我覺得氣已經變少了 剛才按幾下氣已經變少了 這可樂喝起來的感覺很像是 我去貴XX家 的那個吃到飽的 那個自助吧喝可樂 就是那種沒有氣的可樂 這個氣已經不足了耶 所以剛剛看起來泡沫沒有很多 好像是因為可樂的氣泡消得很快 所以感覺泡沫沒有很多 但其實他已經製造不少泡沫 這杯可樂大概氣可能只剩 三四成了耶 我再製造一下 還是有製造出來 可能是因為可樂他的水分成分還是比較重 所以呢他的氣泡沒辦法維持很久 你看他氣泡一產生 又會慢慢的消失 大概又按了大概十來下 然後呢我們再來 喝喝看 看有沒有那種氣泡又變少 然後變得更像糖水的感覺 氣泡真的變少了 那現在喝起來感覺已經不像是貴〇自家的 可樂了 現在喝起來很像是叫了披薩 然後他送了一罐的可樂 然後一罐可樂喝不完嘛 然後就倒了剩半罐 然後放冰箱放一天的感覺 已經很沒有氣了 現在裡面氣大概可能剩兩成到三成了 我發現左邊這按鈕好像是可以控制他燈的顏色 現在是紅色 他會紅色在閃爍 然後我去給他按他就變成紫色 紅塵黃綠藍電子 不知道是什麼順序 反正他就是會有一些顏色可以變換 好像已經快沒氣了各位 我們先等這一波氣消掉我再按一次給你們看 好這邊邊邊這個氣不太會消但是中間基本上沒有氣我再按一次你看已經沒什麼氣的感覺 已經快要沒有氣了我再來喝喝看 我現在喝起來已經像是放一個禮拜的可樂的感覺了 那種感覺就不用我多做形容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 糖水的感覺他不斷的強調 他不斷的會提醒你說你現在在喝糖水喔 你現在在攝取 多餘的卡路里 所以呢我們就來評分這是我們第一個 沒有氣的飲料可口可樂 我給他分數滿分10分的話呢 3分 只給他3分 基本上 除非 迫不得已或是什麼奇怪的情況 是絕對沒氣的可樂 是不喝的喔 好了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非常有名的台灣啤酒 這個也算是在啤酒界裡面非常多人喜歡的一個選項 這個機器本身是啤酒泡沫製造機 而且啤酒本身的泡沫又比可樂來得更綿密一點點 所以理論上 他製造出來的泡沫可以活比較久 我們來試試看 要先把它倒在 50爛的杯子裡面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試看啤酒的感覺怎麼樣喔 這個是原本的泡沫的厚度 大概只有 0.5公分 那我們就來按下這個按鈕 嗚 嗚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我們再按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先喝一下 先來 我看起來很棒耶 看起來超棒的 哇這樣子的啤酒 看起來超好喝的啦 雖然說怪一個53 LOGO有點怪怪的 但是先來喝一下 好棒喔 這種 泡沫然後呢 沾在嘴唇上面 然後 新鮮的啤酒 從喉嚨這樣流下去的感覺 真的是身心舒暢啊 可惜沒有什麼 炸物來配 沒有去下酒菜 那這個是 目前為止 因為我覺得原本的台灣啤酒 在有氣的情況下 我會給他8分的高分 那我們繼續的產生泡沫 然後在 看一下台灣啤酒沒有泡沫 喝起來會是什麼感覺 好了各位我剛剛要按了非常多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灣啤酒 現在還有沒有氣 喝起來幾乎是完全沒有氣的感覺 雖然說按他 他還是隱隱約可以看到有些小泡沫慢慢的在往上浮 但是喝起來已經沒有那種 一開始很有氣那種有一點點辣的那種口感 綜合來說 沒有氣的台灣啤酒 比我想像中的 表現還好 其實我知道各位可能也有一些機會是喝到沒有氣的台啤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喝到沒有氣的台啤是可能已經放過夜了 放在桌上 所以在喝的時候不但沒有氣而且 他還是常溫的 但是現在這個啤酒因為是使用這個機器快速的把泡沫排除出來 所以雖然說他沒有氣的但是他還是冰的 那我發現冰的沒有氣的台啤 其實還OK 而且在沒有氣的情況下 他的苦味 還有他的那個 麥芽的那個味道其實更重 所以如果你是 對於苦味 就是對於啤酒的苦味跟麥芽味 如果不排斥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 還堪喝 就是還過得去 當然不可能到很好喝啦 但是還OK 我會給他 6分 接下來要為各位測試的是黑松沙士 黑松沙士也算是一個台灣味非常重的飲料喔 那我先來喝一下原本 含有接近100%氣泡的黑松沙士是怎麼樣 那這個黑松沙士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可口可樂啦 黑松沙士擁有他比較特別的味道 但是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可樂 所以原本的黑松沙士 我會給他7分 我剛剛前面補充一下原本的可口可樂沒有給他分數 原本的可口可樂我會給他9分 因為我個人是蠻愛喝的可口可樂 但是很肥啦 我知道 好啦那我們一樣的是來測一下黑松沙士喔 畫面中看到是已經幾乎沒有氣泡的黑松沙士 我們來按一下這個鈕 那我猜測他會跟可口可樂一樣氣泡出來馬上就消失了 所以 大家看仔細囉 怎麼完全沒有氣泡的感覺啊 我買到這罐黑松沙士是不是過期啊 我看一下 我都沒有氣泡啊 2017年8月16號過期 對他是2016年8月出產的 所以這罐黑松沙士已經放半年了 去年8月到現在3月 不過其實我印象中的黑松沙士本來就比可口可樂沒有氣啦 我現在用咬的泡沫製造的還蠻多的耶 那我買這台機器的用意到底是 難怪這台機器看起來一副很像自銷的樣子擺在唐吉克的角落 不過我確定我剛剛的可口可樂跟台灣啤酒是 真的都沒有氣 是用這台機器逼到快沒有氣 只是這個黑松沙士不知道為什麼 用暗的他出不出什麼氣 要我用咬的 好 各位用咬的也咬不出什麼氣囉 所以呢 理論上這一杯黑松沙士現在氣應該是很少來喝喝看 真的沒有氣了 真的沒有氣了 那黑松沙士沒有氣 他的甜味其實沒有 沒有像可口可樂這麼甜 我覺得啦 沒有氣的黑松沙士雖然喝起來 不太好喝 但是感覺比沒有氣的可口可樂來得好喝 所以這個沒有氣的黑松沙士 原本我給他的分數是比可口可樂低的 但是在都沒有氣的情況下呢 我會願意給他 4分 好的 接下來會介紹的是另外一款 我也很喜歡喝的飲料 叫做蘋果吸打 蘋果吸打也算是 台灣人應該都也蠻熟悉的氣泡飲料 那在我印象中 蘋果吸打的 氣也是蠻辣的喔 好的 我們先來喝喝看 剛倒下來的蘋果吸打 他的那個 氣的感覺是怎麼樣 的確剛倒的蘋果吸打其實還蠻有氣的 那蘋果吸打我個人也蠻愛的 所以原本的蘋果吸打我會給他8分 在有氣的情況下 接下來 我們開始的 把他的氣震出來吧 那蘋果吸打的顏色其實跟啤酒還蠻像 只是 他 只要是汽水 進攻我們這次的證實 就是他那個氣泡沒辦法活很久 所以呢 用這台機器震出來也沒辦法活很久 所以呢 我決定 用搖的比較快 各位我搖了蠻多下 連搖帶陣 兩種方法都試了 我們先來喝喝看這個蘋果吸打有沒有氣 已經沒什麼氣了 我覺得沒有氣的蘋果吸打也蠻好喝的 因為他本身帶了一個蘋果味 所以他不像是可樂 不像是沙士 可樂跟沙士沒有氣之後呢 比較接近糖水 但是蘋果吸打 他沒有氣之後呢 是接近蘋果味的糖水 所以我覺得比 比可樂跟比沙士都還來得好喝 我剛剛原本給他多少 好像給他8分吧 我覺得他在沒有氣的情況下 應該也有6分喔 還不錯 雖然說也是蠻甜的 但是 我覺得我會 我願意給他6分 就是 今天我口痕渴想喝飲料 然後冰箱裡面的蘋果吸打沒氣 我可能還是要考慮喝他 好最後要各位測試的是 今天最貴的飲料 就是我們的 紅牛 那紅牛呢 是我在很多時候要熬夜啊 或者是我的工作很累 但是我必須要撐下去的時候 我才會喝的 我本身沒有很愛喝他 我自己也覺得他沒有很好喝喔 那嚴格要講的話 我覺得原本紅牛的 給我的評分 我給他的評分 大概只會給他6.5分 不會給他太高的評分 因為本身我絕不絕他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加了一些 提省的成分在 所以讓他的風味 讓我沒有很喜歡他 那麼來測試一下 紅牛在沒有氣的情況下 會不會更難喝 還是說他就維持 原本的這個分數 先來喝一下原本的紅牛有什麼感覺 原本的紅牛其實氣的確就沒有很多 然後呢就是我剛剛講的沒有很喜歡的那種感覺 很難去形容紅牛的感覺 他就是 提升飲料的感覺 你們有喝過就知道 好 那我們開始震他 用震的 我猜是沒有多少氣啊 試試看 果然沒有什麼氣 很虛弱 我們先一樣先手工咬 然後再來震 好的各位連腰帶症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紅牛一個基本上也是 沒有沒有任何氣了 你看到在這個在平身 邊邊也沒有 沒什麼氣泡在往上浮 很少很少 大家喝喝看囉 我怎麼覺得紅牛沒氣本身喝起來 一樣啊 因為紅牛本身氣就不多 所以喝起來真的 沒氣的紅牛 跟有氣的紅牛 好像差不多耶 幾乎沒有差 那香蕉之下就好喝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紅牛也很少 會把它放到沒有氣 因為紅牛對我來說 算是功能性飲料 就是 開了他 而且他的 他的那個 份量也比較少 一旦開了紅牛 就會把他喝到完 所以紅牛 很少會把他 印象中是沒有 一定是會把他喝完的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 喝到沒有氣的紅牛 然後 怎麼感覺跟有氣是一樣的 幾乎沒差 只有口感上 那個氣泡的感覺 但是 差異也不大 所以 沒有氣的紅牛 依舊保持我原本給他的評價 哇 那 這算是我今天 最讓我 出乎意料的一個 一個評價 因為其實其他的 其他的評價另外一個比較意外的 是蘋果吸打 蘋果吸打的煤氣 還算能喝 也會給他6分 所以呢 煤氣能夠獲得6分的 三種飲料 分別是 紅牛 蘋果吸打 以及 台灣啤酒 那煤氣之後很難喝的兩種是 黑蔥沙士 黑蔥沙士本來 就沒有給他很高的分數 然後煤氣之後更難喝了 變4分 那煤氣之後最難喝的 是原本覺得最好喝的 可口可樂 當然這以上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主觀認定啦 各位如果有 不同的想法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是如果你想看到我測試 不同的 氣泡飲料在煤氣之後 到底喝起來怎麼樣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如果大家反應很好的話 考慮拍續集 好不好 如果你們想看什麼很冷門的飲料 沒有氣之後會怎樣 也考慮拍續集 然後最後來分享一下我這一台 來分享一下我對於這一台 啤酒泡沫製造機的看法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老實說有一點點重看不重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整個測下來 效果最好的就只有啤酒 因為啤酒的泡沫比較綿密 可以撐比較久 整個效果會很好 但是說真的 我們今天在倒啤酒的時候 我只要稍微的 在角度上面瞧一下 我想要讓他一開始有泡沫 一定是有泡沫的 所以這台機器 可能比較適合G酒屋 那種大量會倒啤酒 或是Lunch bar這種大量會倒啤酒 可能稍微可以秀一下 那其他我是覺得一般小家庭 應該是 買不到這個機器喔 對這個 小玩物小玩具的評價沒有到很高 蠻酷的啦 但是實用性 個人覺得真的還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中段 後來我都開始用咬的 因為用咬的效果 還比較好一點點 以上是這一次的絕片開箱去記 我們的特別企劃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特別企劃的話 記得按一個讚 然後想要看到更多相關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那如果真的很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旁邊按個小鈴鐺 你可以按下去 然後我的Facebook 第一時間也會發一些相關的影片 還有我最近在做什麼動態 也歡迎來按讚我的Facebook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